现代社会最红议题之一就是科技,第二届亚洲论坛影响力国际年会讲员,冯甲大学企业管理学系讲座教授舍日新,将从AI、商业电影引起的量子热潮,到全世界的能源问题,分享科技对职场铺天盖的的影响,期待教会界在这些时代议题上,了解如何牧养会众,并从圣经真理中更多引导基督徒。 舍日新教授说,这场聚会是一场国际连结,亚洲职场七山领袖齐聚一堂,领受神新鲜的启示,期待透过人脉连结,调度资源,回应神的启示。 这次他将分享的议题是,AI星际大战时部曲,天行者的得胜,听起来极酷炫,可说是当前最红的话题。 舍日新说,AI人工智慧经过多方讨论思辨,期待回归基本盘,看得合乎忠道,不会有过度期待,也不会有误判,了解如何驾驭。 AI发展到如今,该控制的风险应该要控制,例如演算法产生的问题,可以局部解决,还有引起的道德问题,甚至碰触神学层面,都已经超越科技本身。 对基督徒而言,不论科技如何发展,我们知道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,但基督徒仍需要了解科技,才得以与年轻世代对话。 此外,舍日新提到,今年电影,以人与黄蜂女,即,奥本海默,带来量子议题的讨论,奥本海默不止研发原子弹,在量子力学也摄入很深。 心理学家荣格就以量子物理学,共识心理学,暗示基督神学存在的基础。 量子除了跟运算有很大关系,更与属灵征战有关,可以让人更多了解到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说的第三层天,如果拒绝了解这方面内容,信仰将会有所欠缺。 另外,舍日新也将分享能源及永续议题。 不止台湾面对能源不足的状况,世界各地也都有能源缺乏。 但在东南亚,特别是此次年会举办的地点印尼,是能源相对丰沛之处,包括水资源、自然资源、原始森林、石油天然气等,对全世界永续非常重要。 教会可训练会众认识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,以及如何把这些条件放在神手中,向无禀二于被拨开,让神最终的心意得以实现。 舍日新说,市局的发展其实都是上帝的启示,教会是承载神心意的载体,教会应了解在神永恒的蓝图上,我们应扮演怎样的角色。 在这些时代议题上如何牧养会众?如何预备会众在职场上发挥影响力? 这样即便看到市局许多黑暗,负面的现象,教会界也知道我们身处的时空坐标何在,得以带领会众进入神的心意中。